您想便有钱吗?您想便富有吗? 2024年古神华伦,巴菲特,让您更富有的秘诀。 在这个世界上,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。 有人梦想成为一位医生,拯救生命。 有人梦想成为一位工程师,建造美好世界。 有人梦想成为一位作家,用文字改变世界。 而巴菲特的梦想,是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。 他从小就对投资充满兴趣,并且一直努力学习。 他克服了贫困和失败的困难,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 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,也成为了投资界的传奇人物。 根据巴菲特的观点,要想便有钱,我们需要避免以下五个关键因素。 一零存款思维,指的是每个月赚多少钱就花多少钱,完全没有储蓄的习惯。 例如,小明每个月薪水三万元,每个月都花光,没有任何储蓄。 即使小明的薪水很高,但因为没有储蓄,他还是会一直处于贫穷的状态。 二债务陷阱,指的是高利息贷款,汽车贷款等这些会让人一直背负债务的金融产品。 例如,小华买了一辆价值100万元的汽车,贷款80万元,每个月要还2万元的贷款。 如果小华的薪水只有3万元,他就会很难偿还贷款。 三不懂复利,指的是,如果你明智地投资你的钱,他会随着时间呈指数级增长。 例如,小美每个月存1万元到银行,如果年利率5%,50年后,小美的存款会变成111万8378元。 如果小美不懂复利,他就会错失这个机会。 四,炫耀是生活,指的是把钱花在不需要的东西上,只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。 例如,小华每个月都去高级餐厅吃饭,买名牌衣服,但他却没有存款。 如果小华不改变炫耀式的生活,他就会一直处于贫穷的状态。 五,被动等待,指的是,只是坐着等待金钱自动留到自己身上。 例如,小明毕业后,就一直找不到工作,他只是在家里等待机会。 如果小明不主动出击,他就很难找到工作。 以上就是巴菲特认为需要避免的五个关键因素。 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些因素,就能够提高自己的财富水平。 根据巴菲特的观点,要想变有钱,具体来说,我们需要采取以下行动。 首先,制定储蓄计划,如果您没有储蓄的习惯,可从每个月设定储蓄小目标开始。 例如,您可以设定一个目标,每月储蓄一万元,一年下来就可以储蓄十二万元,日积月累下来就可积少成多。 再来,减少不必要的开支,仔细检视自己的开支,如果您有债务,可以制定海款计划。 并且,在申请贷款时,要注意贷款的利率和海款期限,避免陷入债务陷阱。 第三,了解富利,可以学习一些基本的投资知识。 富利是一种强大的财富增长工具,只要您能好好利用并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,就可以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。 第四,学会理财,如果您追求炫耀式生活,可以尝试简朴生活。 减少不必要的消费,学习理财知识,提高自己的理财能力并制定预算,可以帮助您节省更多的钱。 第五,提高收入,如果您是被动等待的状态,可以主动出击。 提升自己的技能或知识,并积极参与社交,通过提高工作技能,可以帮助您寻找更好的工作或创业等方式提高收入。 以上就是巴菲特认为需采取的五个具体行动,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以上几点,就能提高自己的财富水平,离财富自由更近一步。 结论 梦想,是一种力量。 它可以让我们克服困难,勇往直前。 它可以让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巴菲特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家。 他克服了贫困和失败的困难,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 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,也成为了投资界的传奇人物。 巴菲特的故事告诉我们,只要我们有梦想,并且努力去实现它,那么一切都有可能。 如果您想摆脱贫困,请采取行动。 从今天开始,养成良好的储蓄、投资、生活方式等习惯,并主动积极出击,提升自己的收入。 相信只要您努力,就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最后,无论您正在进行何种投资,我们要学会庆祝每一个小小的成功,无论多么的微不足道。 这些都是我们相信自我可以达到目的的里程碑,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 我都期待听到您的故事。 谢谢您听到这里,希望我们的视频能带给您正能量和勇气,祝您每天都充满愉快和欢乐。 我们下期视频见。